我们把所有的党产还产于党员 为选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夏猛叫 党产归零党员分配 全民分享 在这个原则之下 我们先处理对于党员所该拥有的财产 没有分配的这一个不正义 我们先寻求转型正义 给他们平反 给他们公道 参与国民党党主席不选的台北市议员李鑫 昨天出招 他主张清查国民党党产 在保留员工薪资和退休金后 其他全部发放给全体党员 立法会追查出一些不当的党产 我们当然依照立法所定的原则 处理党产 好不好所谓的归还国家 但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未来立法所规范的不当党产 我相信随会的党产由党员们共同分享 我们也就有力量来支持立法院的党团权力的还原真相 不能随着多数党乱说乱认任意宰割 可能要深重考虑可不可能落实的一个问题 很多事情的解决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一句话就能够处理的 一同参选的洪秀珠也强调 当然希望党产公开透明 欢迎大家一起来查 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党产成为 我们每一次选举别人的期款期 成为我们的软热 洞新闻台北报导 我们下集的电子iri parts 那我们下集时也可以 比赛一 trenZZZ 的是波vs的性案 мы下集的电子 pimile 那我们下集是 我们下集能方 我们下集完